只要点上一只帝王蟹 就能实现帝王蟹腿自由 这是一道在国内会被口诛笔伐的海鲜盛宴 这里的每只帝王蟹都必须经历一次又一次不断长出蟹腿的过程 直到将蟹腿做到循环再吃 被取下蟹腿的蟹身会被放回养殖网香继续饲养 这个过程一定要确保蟹身不存在功能性损伤 三个月后这些断掉的蟹腿才能够茂盛生长 保管更是结合过往经验 来调整网香所饲养的帝王蟹的数量 以此确保帝王蟹蟹腿的供应 有别于常见的帝王蟹蟹腿 这种经过多次生长的蟹腿不仅卸下了令人不受待见的柴油味 更重要的还是它能愈发鲜甜细腻的口感 经过特制酱料跟五颜六色的衬托 原本剔透晶莹的蟹肉被披挂上一身金黄明艳的新衣 在这个追求极致鲜香的城市 海鲜的制作无非就只有挂上番茄酱翻炒的做法 帝王蟹腿挂满直观的酱香 就能顺势沉入盘中 不必醇厚的鲜香感早已四散到有缘人的心坎 为了进一步提升蟹腿的附加价值 这里更是还能进行脱壳取肉 一般是一人吃一份 一口下去 就足以掏空有缘人一天的辛劳